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二战时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遗孀陈湘梅 3月30日在华府家中过世 享年94岁 《华盛顿邮报》引述她的女儿陈美丽说 她中风后出现了并发症 1947年 22岁的陈湘梅 作为中央社记者采访陈纳德 进而发生恋情并在上海结婚 她和陈纳德养育有两女陈美丽和陈美华 两女皆由蒋宋美玲起名 并为蒋夫人甘女儿 1960年代 肯尼迪总统委任陈湘梅 担任进出口贸易之职 是第一位能够进入白宫工作的华人女性 此后的八位美国总统 接委任她出任联邦阶层的政策顾问 被视为华府政圈内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上世纪70年代 大陆负责侨务的高官廖承志 是陈湘梅的表舅夫 其父廖仲凯 是国民党元老 陈湘梅曾被视为两奖时代 最有影响力的两岸秘史 1981年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 陈湘梅应邓小平之邀 以里根总统特使身份 访问大陆 陈湘梅是资深共和党人 活跃于该党各阶层运作中 曾担任包括共和党中央委员 共和党财务委员会副主席 和共和党少数族裔委员会主席 等多项全国性重要职务 2015年9月2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 颁发抗战纪念章 给30位抗战有功人士及其家属 其中就有陈湘梅 陈湘梅也酷爱文学 著有一千个春天等畅销书 台势还曾改编成电视剧 一时轰动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